原意想活家爱妈Candy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打造一个美丽的香草小花园阳台 瞧瞧我这小小的阳台 有着美丽的香花草 其实花盆里就可以长出 这么样健康的香花草 其实花草植物呢 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也是我们生活里头的好朋友 就因为我们都身处在这样子 方金水泥的丛林里面 所以对自然的向往就变成了都市人 也共同的追求 其实啊想要清净自然 在家就可以做到 像这样子小小的阳台 就可以变成一个充满生机 充满欢乐健康的小园地 你不必要有很大的花园 你只要有像我一样几个盆栽 大大小小的盆栽 借助一点阳光空气水 就会变成一个充满生机的香花草 小园地 看看 十几 蜜蝶香 欧芹 猪手香 薰衣草 马月兰草 奥勒干 哇 可以像我一样的 轻松在快乐中 充分的享受 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的真实感 就像我这样 哇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马月兰草清香 随时随地可以碾花惹草 是一个让生活充满喜悦跟快乐的 最棒的就是这样 它不但可以增加家人小孩的互动 因为我们会用各式各样的香花草来做生活的 净化空气啦 做料理啦 做香氛啦 然后它就是一个非常疗愈 而且呢 非常的舒压 如果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啊 在阳台啊 种上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这些宝贝们 你就会跟我一样 常常得到惊喜 因为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体验这样子 摘下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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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泡一壶香草茶 香草茶 香草茶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的疗愈舒压的方式 这样子的香药草呢 不只对生活呢很舒压 当你心情不好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泡一壶香草茶 甚至香草可以做各式的料理 就像这样子的奥勒干 做披萨 它又叫做披萨茶 所以香草呢 不只可以做各种香料 它很疗愈 可以做料理 可以做茶饮 还可以做懒料呢 那就是大自然纯粹的清香咯 这个就是让我非常着迷 也可以让大家非常喜欢的香草 欢迎你一起来享受 香草的健康 愜意 舒爽的生活 加入吧 欢迎你